大块肉片在烤炉上烤得滋滋作响 要切成厚片口感更加分 烤到微焦表面香气扑鼻 大口送进嘴里好满足 我还没有蘸酱 这原味就很好吃了 不会油腻 然后很入口 中秋节快到了 秋节变成烤肉节 但肉要怎么选才好吃可是关键 肉品专家说 一定要新鲜以外 这三个部位是首选 里肌肉肉嫩瘦肉也多 再来是梅花猪排 肉扎实最有口感 爱吃肥的这一味不能少 猪五花油花多香气最浓 如果喜欢浓厚风味一点的 就很适合吃这个五花烤肉片 部位挑对了 沾什么酱也有梅嘎 里肌肉配中式酱料 有沙茶有酱油和葱蒜最提味 肥肥的五花肉 配上韩式酱呛辣口味最解腻 另外梅花猪排 沾日式酱最能增加甜味 但中秋节柚子酱也很应景 酸酸甜甜增加口感层次 柑橘啊柠檬啊柚子 这样子都能增添出带一点酸甜 增添它比较清爽的风味 从挑肉到沾酱 烤肉要烤到好吃到位 也不是清清菜菜 但魔鬼就藏在细节里 话对重点了不用上管子 就能自己烤出好吃又juicy的中秋烤肉 记者陈思源卵志怡台中报道